六個月大的小男嬰 躺在病床上 鼻子插管非常地虛弱 小小的身體上滿是傷痕 看了令人心疼 而對她痛下毒手的 竟是媽媽的同居男友 他就醫的時候 有病同有其他的傷 那白癮有瘀青的狀況 後來有我們通報之後 我們有請醫療團隊 再去做驗傷 確定是人為 小男嬰被送到院時 投入骨折 腦內出血 臉部腹部有多處癒傷 需要進行開腦手術 疑似遭到虐打 這個月十四號 小男嬰因為嘔吐不止 被媽媽送到醫院治療 因為男嬰身上實在太多傷痕 被醫護人員緊急安置 但傷勢怎麼來 媽媽卻交代不清 遭到院方通報虐嬰 檢警單位介入調查 捷警調查 捅下毒手的 就是二十四歲的孔姓男子 他在餐廳上班 跟男嬰媽媽交往同居 而在虐打男嬰 東窗事發後 他還在臉書上 說自己壓力很大 快撐不下去 想親生 遭到網友炮轟圍剿 而男子也在事後 被法院裁定 羈押禁見 目前小男嬰已經交由 志工緊急安置 檢方也要進一步 釐清真相 這種玩家氣引高尚報道